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忙请求老汉放掉红利 但老汉已补鱼为生 说是买鱼要掏一两的银子 而书生搜遍了全身 也只凑到几文钱 最后老汉看书生买鱼是要放生 便将红利剑卖给了他 书生很开心呢 屁颠屁颠的就将红利给放生了 殊不知他的这一举动 在生死关头救了他一命 而刚才的老汉 正是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的化身 亲自下凡来为他解厄运的 原本书生也是官宦世家 只因其父为官清廉 不与人狼狈为奸 便落个罪臣之名 斩首示众 而指父为婚的老岳父也落井下石 说得舌干口罩 意思就是门不当户不对 赶紧退婚吧 书生也是个铁蒸蒸的汉子 一把拽过退婚书就给签了字 起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官差们带着圣旨又杀来了 大致意思是书生考中科甲第二名 但因事才自傲 不等接绑皇上召见就私自离京了 属于胆大妄为 末世朝纲 要捉拿进京 听后发落 老岳父听到此 忙拽着女儿赶紧离开 这就是所谓的人富有人判 人穷人人贤吧 但吉人自有天相 书生不仅没有受刑 而且还被国舅给救了 国舅与其父同朝为臣 自然明白虎父无犬子 更何况其父还是被诬陷的 国舅从中周陷 不仅为其父洗刷了冤屈 而且还替书生谋了个县令之职 离上任前 国舅交代书生 他所管辖的地区殷实富有 当地官员腐败不堪 朝廷曾多次明察暗访 但是收效甚微 更甚于力不监察御史 在巡查期间竟惨遭杀害 国舅就让书生 在上任期间查明此案 遵命 结果 新任县令还没上任 老县令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这不 他派杀手暗中埋伏 要除掉这个新任县令 书生手无腹肌之力 肯定不是操汉子的对手了 此时的躁动手 惊动了正在碧波潭玩水的红礼 红礼用法术隔山打牛 将杀手给赶跑了 二哥 二哥 怎么了 走 有人保护你啊 快走 快走 走 二哥 但当红礼赶到的时候 书生早已身负重伤 不省人事 红礼仔细一筹 这不正是当初就自己的书生吗 红礼也知恩图报 芒将昏迷不省的恩人 给带到了碧波潭底 你相信善恶中有报吗 不 那样我心会不安的 我一定要为李公子报仇 赶紧 我 我